五十七大雨治水 这个大雨治水很讲效率 说我不管走到哪儿呢 这水火无情 我待一会儿工货 可能这老百姓就遭殃了 所以他吃赶紧吃 睡也都睡不了多长时间 要怎么三锅加门不入呢 所以有一天呢 在这个山上临时割锅呢 炖点肉炖点菜 那会儿没有筷子呢 就炖好了吧 你割手抓 它烫 所以等凉了再吃 他等这工货呢 说山底下 这有个堤坝危险了 要决堤 得赶紧下去看 可他这时候饿得不行了 怎么办 一着急 来吧 这个树枝给我卷下两段了 直接从这锅里 把这肉捞上来就吃了 其实筷子的真正产生 就是这么产生的 就上古时期呢 咱们炖个肉啊 熬个粥啊 弄个菜啊 你会发现呢 它热的时候 你要手抓 把手烫坏了 而且手上会粘成油腻 尤其是呢 你炖一些谷物之类什么的 你得搅拌 所以这个时候 人发现最有利的工具 就是树枝啊 竹枝 把它弄些弄齐整了 既能夹着 晾凉了吃 同时也能把它搅拌好了 所以在长期的劳动实践当中啊 人发明了固定的这个筷子 所以这筷子真正的诞生年代呢 得距今起码有四千年 一开始搁瘦骨啊 搁什么 后来才发现竹子 木头 这是最简单的 所以这筷子文化算得上是渊源流长 当然现在这筷子呢 不光中国人是 很多外国人也是 甚至外国元首和中国交往的时候 把筷子当做个门槛 你看这1972年2月21号 你和总总统访华 这是中美的关系开始解冻 当时呢 在这个国宴招待尼克松的时候 周恩来呢 总理呢 就要教尼克松怎么使筷子 没想到尼克松哪几块 其他啥很熟练 当时周总理都很吃惊 说你用筷子用的这么好 为啥呢 这个尼克松也知道 就是我到另外一个国家访问去 入乡随俗 你得按人家的来 中国人吃饭 他值得使筷子 你说盗着筷子 我再不会用 我还没法要求换刀叉 你这不尊重人家礼仪 那我就得饿着 我不是在某国练 所以到中国来 可有这用武之地的显摆了 所以获得了一只好评 这双筷子 还有很强烈的寓意 代表着中美关系解冻 当时有个聪明人 是那个加拿大多伦多 环球报的一个记者 叫伯恩斯 是尼克松吃完了饭 把这筷子往桌上一撂 一抹嘴巴供负 这记者大踏步走到前面去 把这筷子拿起来 用餐巾纸擦干净了 从兜里掏出个手绢 包整整齐齐塞衣服兜里走来 结果其他记者反应过来 这小子太聪明 为啥 这个筷子象征着中美建交的桥梁 象征着中美关系解冻 有着重大的历史纪念意义 所以你看外国选手 有的时候拿这个 当做跟中国人交往的一种方式 包括1998年6月30号 克林顿总统 来到中国上海访问的时候 专门提出 我要用筷子吃饭 我要在上海筷子店里头买筷子 我不要那种日本的尖头筷子 就要你们中国的平手筷子 而且不能上齐 最原始的 所以当时送了克林顿的十副筷子 一点期都没上 纯粹的原装竹筷子 一副当时是四毛五分钱 克林顿就用这筷子吃饭 人家看也是原来在白宫练过的 当年卡尔特罗跟中国交往的时候 带个随从来 卡尔特罗筷子使得好 他这随从不行 结果夹起个肉片 变搭掉盘子上来 弄得挺尴尬 结果没想到卡尔特罗 拿起筷子 把那肉片夹过来 送自己嘴里 动作很熟练 大伙一看 这古巴确实有诚意跟中国交往 所以在外交理医生来讲 这筷子用处挺大 那么我们今天说到筷子 代表着中华民族的一种文化 是指筷子里边 超越使用功能以外的一些寓意 一日三餐筷子不离手 你又是否知道 使用筷子讲究多 你把这筷子横着放到碗上 你说 薄了 什么叫三长两短 落地精神 怎样叫品注留声 直注寻尘 这些不当的使用方式 究竟犯了什么禁忌 我给你盛好饭了 把筷子往上给炒 别了 吃了 这叫当面上交 为啥顾死人才这样的 我又嫁不起了 怎么办 传承筷筑习俗 捍卫快乐生活 老梁观世界 小筷子 大学问 稍后播出 我们今天说到筷子 代表着中华民族的一种文化 是指筷子里边超越使用功能以外的一些寓意 你比方说咱有人说筷子筷子 就快点生子 往往结婚的时候 咱送下两口筷子 是盼他们早生贵子 也快点生孩子 这关于筷子的文化了解的多吗 不是很多 就祝福他们就和和美美 那个多生吧 就快生孩子 快生孩子 就这么个意思吧 而且筷子在使用过程当中 有很多的规矩 咱们听那腹地声有个歌 什么 一双筷子也轻轻背着短 十双筷子又牢牢包成团 我们现在经常用筷子来形容团结 就一双筷子 就折了 十双筷子你试试 大律师也弄不折 所以筷子还比喻着团结 同时筷子使用过程当中 它有很多规矩 你现在有的地方就是我吃完饭了 这一碗饭吃完了 主人说我再给你添 不用他说 你把这筷子横着放到碗上 意思是薄了 封住了 人就不会再给你添饭了 所以它有很多规矩 咱们今天这节目要结束的时候 咱给大伙说几样 你可能不知道的 筷子使用的一些谨记和规矩 这些东西和中国传统的文化 密切相关 比方说 第一个规矩 这筷子在桌上摆着 你必须得溜琴的摆好了 你不能呢 是这么摆着 或者这样 这叫什么呢 三长两短 长短不一 这三长两短怎么来 是有人说三长两短是不激烈 就万一出点事呢 有个病灾不三长两短 不对 三长两短比你想象的严重得多 啥叫三长两短 就只死了 为什么呢 过去说死人能得六块板 有个棺材 六块板的棺材 如果人要死了 尸体准备成练到里头去了 你得把棺材盖打开吧 剩几块了 剩五块板 五块板 两头的边上的板 和一个底边的三块长板 两边堵头的两块短板 三长两短就只死了 所以你筷子这么摆着 对人家不吉利 这叫三长两短 这是第一个紧迹 第二个紧迹 叫定海神针 就是你明明一双筷子 你非给拆开 拿单一个筷子 这么去扒拉赛 这叫定海神针 对人家是一种侮辱 对客人很不礼貌 不能这样 这第二个紧迹 定海神针 第三个紧迹呢 叫敲斩机中 啥是敲斩机中 杯斩的碗在这 你吃饭之前 当当当当 为啥 只有要饭的才敲饭盆子 你这不咒主家穷吗 所以这敲斩机中 这不对 这第三个紧迹 第四个紧迹 叫落地精神 就筷子呢 摆在桌上 你一不留神 啪哒掉地上了 所以捡起之后呢 你得道个歉 就像咱们有的人 哪句话说错了 哎呀 别别别不好 你得有这表示 这第四个 第五个紧迹 当面上香 咋叫当面上香呢 盛完饭了 把碗块拿来 我给你盛好饭了 把筷子往上一炒 给你吃吧 这叫当面上香 为啥顾死人才这样的 所以这第五个紧迹 第六个紧迹 叫贫煮流声 五就筷子了 啥叫贫煮流声呢 这筷子肉片啊 是嘴里去 哎呀 这香 筷子还有点汁 缩了筷子头 弄得声很大 这就跟喝汤 叮唧叮唧似 很非常不礼貌 这叫贫煮流声 下一个紧迹呢 叫做直煮巡城 什么叫直煮巡城 拿着筷子 哎 刚才我还看上 有个丸子呢 哪去了 圆那那 挖了一圈 跟巡城似的 叫不礼貌 这个大家都知道 这是连说代表 很不礼貌 叫直煮巡城 再一个机会呢 叫内煮一珠 啥叫内煮一珠呢 这是一个啊 六三样挺好 我夹一筷子 离停老远 夹起来不搁碗接着 往回夹的时候呢 那菜汤还往下直躺直拿来 一夹就 撒一道 这个非常不礼貌 累煮一珠 就跟这筷子掉眼泪似的 最后一个锦记呢 叫米煮刨坟 这更有意思 就是拿着筷子啊 这不是什么 辣鸡丁吗 看半天都是辣椒呢 那鸡丁哪呢 哎 鸡丁哪呢 辣椒辣椒 鸡丁呢 来回发了 你把这里 豁了个乱七八糟 还有一块吃 大伙看 这人真没处理 这叫什么 米煮刨坟 跟刨人坟 所以我刚才说这九样 我估计 很多观众朋友 在生活当中 自己没这毛病 可能您孩子小 他不注意 可能出这个问题 老笨人见着 往往就得说 可能有的观众觉得 说这个年代了 咱还守这死规 就干嘛 那不一样 为什么呢 你要跟很多人接触 万一人家有这机会 不高兴呢 所以说 加强对筷子文化的 传统教育呢 推广筷子文化呢 可以使你在人际 教育过程当中啊 避免一些不必要的误会 而且了解 刚才我说这些 除了有趣以外 你会觉得 这不就是中华民族 一些传统文化吗 既值得敬畏 又值得感恩吗 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 了解快乐文化 是个遇教于乐 非常赏心悦目的过程 有这样的好事 陶冶了自己清操 还教育了自己的孩子 您何乐而不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心